然后 这个三角形 我会把它点到红的 这个代表什么呀 代表有上水船来了 这个是控制它升降的 有四根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往下的三角 就是下水船来了 我们这里把它省略了 不要了 直接点树 靠近这边的树来 当然还可以比较 稍微大一点 正好可以应用 这个树的浓度 把前面这个树称出来 但现在这个树 已经是在这个坡的后面了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坡度 不要挡住了 也不要画得太大 因为点字笔 毕竟头比较大 所以在点的过程中 有时候这样靠近边上的标准点 到时候我会用另外一支笔 把它给过不下来 好 这个画好以后 我们可以换一支小笔 小狼豪 现在可以 这种小树呢 就可以用它来代替 比如说这个大树用大树杆 对不对 你这个这么小的树 你用这个大笔 肯定不好画了 小笔 其实无所谓的 在远处的树呢 看一看不得很清楚了 稍微勾一下 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画好用 我们下面这些呢 就等它稍微干一下 这些管它 现在我用的是一支 这个叫稀去笔 这个笔探 说是画水 其实也可以画什么 画远处的小树 你比方说 我现在啊 在这个墨里 比较浓的墨里 我调了一点什么 调了一点这个 三绿色 我画什么 画远处的小树 这样利用这个远处的小树 我们把这些 前面这些树 全部要把它怎么样 要把它蹭出来 你比方说 现在画到这里 这个树 这个最大的树 它是向这边斜的 那我们在画这个松树的时候 后面松树 要注意它的一个 一个银河 它往这边 我就往这边 但这个树 就不会太高了 你这太大 跟这个房子的比例 这些都要产生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这个西区这个比例 它可以你看 画很细的线条都能画出来 通过这个树杆 你比方说 我这里进来以后 我这里还可以再进一个树杆来 再变换一下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树杆 我把这两个树 就把它给分开了 但这里比较密 我不能一直这么密了 说我这个地方 马上我要怎么样来 你看一向反方向 出这么一支 这一支一出 你看它就协调了 行笔 每一笔都要基本上 行到位 然后通过这个树的浓度 你看我这么一称 点这个树就称出来了 它一会儿还用弹幕 画松树的叶子 点松树的叶子的话 树杆是什么墨色 我这个树